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了严重死伤 电视人员是在下午的时候重回火场来勘察 而市府所组成的专案小组也是在昨天前往会刊 目前传出会造成死伤严重的主因 是一楼停放了很多的机车助燃引发火事 又因为各楼层的防火门几乎是被拆除 导致浓烟往上窜身 而通往十二楼的安全门也疑似被焊死 无法逃生 电视人员来到城中城大楼奉检察官指示 再次检视疑似起火的一楼环境 不回答任何问题 为厘清责任归属 市府组成行政调查小组 十八号联同警大教授高科大教授等人 回到火场勘察 传出通往十二楼的安全门遭汗死 无法进出 也疑似找到灾害的主因 是一楼停放五十几辆机车 形成火灾时的助燃物 以及大楼内部的防火门被拆除 无法有效防灾 但参与的两位学者都不愿证实 住户说的确很多防火门早就不见 透过内部结构图可以看到 一楼中庭就是停放机车的区域 数量至少五十台 摩托车燃烧后 旁边的电梯楼梯都没有防火门 或是只用木门遮蔽 也使得浓烟跟火 不断往守扶梯楼梯电梯窜上去 造成严重伤亡 我们它没有办法阻隔烟热 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 造成伤亡的因素 那机车呢 它如果被引燃的时候 它的火会变得很大 火必须要燃料 可是烟只要今天它只要烧起来的时候 它只要有热量 它就把它带到每一个角落 而且烟是无口无辱的 所有的这个城中城 个案的这个行政调查 都在进行当中 我一定会给社会一个很清楚 完整的一个交代 城中城火灾死者 不少人因农烟呛死 防火门被拆 是不是主因市府还要调查 但怕汗室重演 十九号老旧武管委会大楼体检 第二天 也持续拆除阻挡逃生的障碍物 也在这个礼拜 启动包括全市 共二十二栋 屋林二十年到三十年的老旧建筑体检 记者王庭孟昭全高雄报道